那在这个信号量 这个相关的一些特征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需要注意 其他一些重要的一些属性 第一个属性是说 我们在表示这个信号量之后 是用一个整形来表示 这个整形是一个有符号数 有符号数 那一开始一般来说 我们会把它设成一个 就是比如说 设成一个大于零的数 那也意味着 执行这个P操作的时候 不会被阻塞 但一旦 因为P操作要做减操作 要做一个减法 那一旦说 把信号量通过多次执行P操作之后 那可能会小于零了 一旦小于零之后 那就意味着 当前执行P操作的进程 它不能继续往前走了 它就必须要等待在 或者说我们称之为 挂的信号量上面 那么这时候 怎么时候才能够继续往前走呢 必须要执行V操作 要其他进程 其他进程执行V操作 因为执行V操作的进程 它会把这个信号量做加一操作 同时还会判断 如果它判断这个信号量 当前只是小于等于零的 那么会说 它就会理解 有一些进程 等在了这个信号量上面 它会唤醒这些 等待的这个进程 那到底唤醒哪一个呢 其实还是有公平性的问题 因为大家想想 就是有可能 等待这个信号量上面的 这个进程会有多个 会有多个 那应该按照来说 一般先来 先等的应该先被唤醒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只能唤醒一个进程的话 那我们一般采取的方式是说 用这种FIFO的这种 就先来 先进先出这么一个对列 来管理这个等待的这个进程 通过这种方式 就很容易选 我们从比如说 等待的这个进程 放在这个对列的尾 那我们要取出来 唤醒的进程 放在从对列的头来取 这样可以实现一种有序的 有序的公平的一个唤醒机制 OK 那可以看出来 这个信号量 就可以有这么一些特点 那再对照一下 我们之前讲这个 盲等的这个锁 这个锁 这个锁有没有这种所谓的 先等的会不会先被唤醒的 这套机制呢 大家想一想 这是个问题 结合我们上次课的 大家去比较一下 信号量通过这种FIFO对列 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锁在做盲等的时候 它能够实现 这种所谓这种 先来先浮 这种公平的这种特点吗 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在后面去 自己去考虑一下 好 那另一方面呢 这个信号量呢 它在具体实验上面呢 我们会有两种 首先我们前提到了 就是说信号量 它的功能很全面 其实它完全可以完成 我们前面讲到的 这个锁机制的功能 那所谓的在这里面呢 锁机制 大家其实可以想想 它那个起值 它那个lock的也是一个整形 它的取值是零或者一 那么我们可以设计一个 所谓的二进制的信号量 就是binary的semophobe 那就可以用来模拟这个lock 可以完全来实现lock的功能 在这里面 信号量的取值范围也是一样 只有零和一 这是和我们那个lock 是就是达到同样的一个效果 同时我们前面也讲到了 这个信号量的值 初值还可以是大于零的 还可以大于零的 这样就所谓的这个 叫做我们称之为 通用的技术信号量 叫做general counting semaphore 那么通用技术信号量呢 它在这里面处理呢 会在把信号量的初值 设置为一个大于零的数 这样就可以允许 多个执行P操作的进程 进入后续的一个操作里面 就进入到P操作之后的 这个操作里面去 那其实就是体验出来 我们前面讲到 在lock里面 它可能在所谓的零件区里面 只有一个进程去执行 但是如果用信号量的话 那么可能在进入 所谓的零件区里面 会有多个进程 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区别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信号量 它可以用在所谓的 互次这个操作之外呢 还可以用在一些 更复杂的一些情况 可以用在条件同步这个情况下面 这个情况呢 我们后面会结合例子 来给大家做一个更深入的讲解 那我们对信号量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也知道信号量是一个整形 它对它的操作有两个 一个P操作 一个V操作 P操作有可能会让进程 阻塞挂起 V操作可能会唤醒进程 这是他们一个大致的 一个操作流程 那我们怎么来用信号量 来解决问题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 一般来说 它这个操作 和我们上当课讲的 lock的操作对应的 我们要获取lock 释放lock 那这里面会有一个 信号量的P操作 和信号量的V操作 这分别对应起来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 也是一样 会对一个信号量做个初始值 如果我们是要是说 要模拟这个lock操作的话 那我们会把初始值摄成一 然后呢 在临界区的之前 做一个叫 做一个所谓的这个 信号量的P操作 在临界区结束之后呢 做一个V操作 那这就是所谓的 二值信号量的最常用的用法 那它完全可以用来 代替我们前面讲的lock操作 那另一方面啊 大家需要注意 另一方面需要注意 在这里面 我们用这种二值信号量 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除了完成这个所谓的 这个 进入临界区这种 互施的操作之外呢 我们还需要去完成一个 所谓的同步这么一个操作 那这同步操作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负值就不一样了 它的初值要设成什么呢 初值要设成零 为什么要设成零呢 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线程 一个线程A 一个线程B 我们需要说线程A 必须要等到线程B 执行到某一条语题之后 才能继续执行 这实际上是一个同步关系 那怎么来确保这一点呢 那我们可以用信号量来完成 那我们可以首先啊 比如说我们设个condition 这个信号量呢 它的初值设成一 然后呢 ThreadA时候 当它要等到 要等待这个ThreadB 执行到某一个地方 才开始执行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在某个特定地方 加一条condition的P操作 那一旦执行conditionP操作 可以看到 如果线程A线执行的话 那么它在执行这条操作之后 它应该 它做个减法嘛 减法之后变成-1了 所以它会被挂起 就是会等待 那一直什么时候才会被唤醒呢 必须等到这个ThreadB 就是线程B 执行到在某个特定地方 执行所谓的condition的一个V操作 那执行V操作之后 执行V操作之后 那确保了 执行V操作之前的那些指令 都执行完毕了 那再执行V操作 那这之后呢 才可能会把这个ThreadA给唤醒 那ThreadA才能继续往下执行 这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 在这里面 咱们看这个图很清楚 就是说ThreadB 在V操作之前的那些操作 执行完毕之后 才可能去执行ThreadA 在它的这个P操作之后 执行那边的代码 这实际上的一种 所谓的同步操作 那这都可以通过我们 所谓的二值信号量 可以来完成 但是我们也强调 我们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一些 同步的互次的一些情况 那用简单的二值信号量呢 可能就无法有效的去解决它 这是我们就要需要用到一些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条件同步这种机制来完成 当然这里面也是用信号量来实现的 这种是技术信号量来完成的功能 那还是拿一个具体例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buffer 有一个buffer 就是一个缓冲区 这缓冲区呢 有一些生产者的这个县程呢 会往这buffer里面不停的写数据 那同时呢 有一个consumer 就是所谓的一个消费者 那消费者进程呢 消费者县程呢 他会从这个buffer里面取出数据来 就是你往里面c数据 这里面从哪数据 那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双方之间需要去玩 需要去用到同步和互次 这两种机制的一个操作过程 那在这整个操作过程中呢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 比如说这个buffer首先是有限的 首先是有限的 然后我们确保是说 当生产者往这里面写数据的时候 往这里面写数据的时候 应该来说 我们这个消费者不能再做相应的操作 但是呢 我们的生产者可以多个生产者 都往里面写数据 那这一点是和我们刚才 我们上诞课讲lock是不一样的 lock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只允许一个lock 只允许一个生产者或者消费者 往这个buffer里面做操作 但现在我们把条件放宽了 在这里面呢 我们是说 我们的生产者可以有多个生产者 往这里面去写数据 同时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可以有多个消费者 往这里面来写数据 取决于我们的一个设置的条件 那这个条件就是靠 我们怎么来设置 这个信号量的这个出值来完成 这是和我们前面讲的是 一个很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呢 我们也看到 这里面还有同步的一些 约束条件 比如说 当这个buffer 这个buffer为空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的消费者 往这里面取数据 已经取不出数据了 就是说 一旦buffer又空 你的消费者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睡眠 直到 直到有生产者 往这个buffer里面填了数据之后 它才能够起到一个唤醒 说我们填了数据 然后我们唤醒这个消费者 这有一个同步的关系 同理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buffer已经满了 这个buffer已经满了的话 那很明显 我们的消费者 无法再往里面填新的数据了 我们的生产者应该睡眠 直到说我们的消费者 从这个buffer里面取了数据 使得这个buffer不空了 那我们的生产者 他可能继续往这里面填充数据 这是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生产者消费者 这是一个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里面 涉及到了护士操作 也同时涉及到了同步操作 既然有这么一些约束在这里面 我们怎么来用信号量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可以看出来 首先我们需要去确保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二次信号量 来确保对这个buffer做添加 或者是取出这么一个操作的 一个护士的保障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也许说 当这个buffer里面有空间的时候 我们会唤醒等待的消费者 如果buffer里面还有空间 那我们还需要去唤醒生产者 让他产生更多的数据 那么这实际上需要两个信号量 来完成相应的同步的一个操作 这实际上就我们这里面看出来 为了解决这个所谓的 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我们设置了三个信号量 其中一个是二次信号量 用于护士的 还有两个技术信号量 是用于这个同步操作的 那怎么来做 首先我们需要 我们已经定了三个这个条件 我们需要这些出值的一个负值 那首先这个护士的信号量 比较简单 就和我们的lock操作一样 它的出值一般是1 这样确保 当第一个执行之后 第二个就不能再执行了 直到第一个释放这个信号量之后才行 做了这个V操作之后才行 这是一个 同时还有两个信号量 怎么付出值 第二个信号量 我们称之为4Buffer 那么它一开始付的出值是0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开始这个Buffer是空的 一开始Buffer是空的 另一方面 我们还要设置一个 就是Empty Buffer Empty Buffer的一个信号量 这个信号量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当前 我们的生产者 可以往这个Buffer里面 塞多少个数据 那假定这个Buffer的size Buffer的大小是n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Empty Buffer 这个出数值呢 设成n 完成这个出值 出值这个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建立一个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一个 对应的操作 那么生产者的操作 我们称之为 Dispose这么一个函数 它就是这个生产者 不停的在掉这个函数来完成 往这里面添加这个数据 那我们的消费者呢 他执行的函数是remove函数 它是不停的取数据 那其实一开始 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说 在Buffer里面加一个数据 那边是往Buffer里面取到 取出一个数据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思路 就是我们完成这两个函数 就应该可以完成 它最主要的功能 但是我们前面强调了 首先要确保 对这个Buffer的操作 你需要去保证 它的护次 那怎么保证 大家想一想 怎么保证 我们其实就要用信号量的 P操作和V操作来保证 对于这个生产者来说 当对这个Buffer 做这个操作的时候 往添输具的时候 那么这个操作 是一个护次操作 所以说呢 它这里面会有一个 P和V给它包起来 包着这个Add to Add to the buffer 这么一个语句的前面和后面 来使得在做这个 往Buffer里添加输具的时候 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是一个护次操作 那同理也是一样 我们对于这个 Consumer来说也是一样 我们也会把它包起来 就是把这个Buffer里面 取出一个数据的时候呢 在它的前和后 会有个P操作和V操作 这样可以确保 在这对这个Buffer进行操作的时候 只有一个现场能够执行 这是确保它的护次性 那通知这个机制怎么实现 那其实可以看到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 生产者这一方 生产者这一方呢 它如果说你这个Buffer里面没有满 它应该可以继续执行 那怎么来代表这个Buffer满和没满呢 它是用EmptyBuffer这个信号变量 它是用EmptyBuffer这个信号量 来进行处理的 它首先执行EmptyBuffer的P操作 由于EmptyBuffer的初始值 我们设成什么 设成N 所以说也意味着 其实它可以重复的进N次 或者说有N个 极端情况下 可以有N个生产者进程 可以进入这个 可以去执行这个Deposit这个函数 可以执行这个Deposit这个函数 因为它是N 那么它做一只P操作减个1 它还是大于0的 一直到EmptyBuffer这个值 小于0之后 它才会被阻塞 当它填完数据之后 填加完数据之后 它还会执行什么操作呢 还会执行一个FullBuffer的V操作 为什么要执行这个操作 大家想一想 确实是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我们在Full初值的时候 FullBuffer 做一个FullBuffer为操作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操作呢 是由于我们这个FullBuffer的初值 一开始设的是0 一开始设的是0 这意味着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按道理来说 我们的消费者 他一开始执行这个 想去取这个 从这Buffer取数据的时候 其实取不到数据 因为这时候初值值是0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只有通过在生产者这一方 来执行一个FullBuffer的V操作 可以通知到我们的消费者说 OK 现在Buffer里面有数据了 你可以去取了 正好它是说增加了一个数据 到Buffer里面去 所以它是V操作 也是加个1 和这个匹配起来的 那同理我们可以看到 既然我们说完了 我们的生产者这方面的工作之后 我们再看看消费者 其实它是一个 正好是一个相反的过程 首先它也是一样 它要执行一个 FullBuffer的P操作 那它和我们刚才说的 生产者的最后一条语句 FullBuffer的V操作是匹配的 正好是对起来的 如果说我们的生产者 先执行OK 那它一开始这个FullBuffer 就会制成1 接下来我们的消费者 他执行这个P操作的时候 没问题可以继续往下走 因为这时候Buffer没有数据了 但如果说一开始 是我们的消费者先执行 由于我们这个FullBuffer 初始值是零 所以它一开始就会被挡住 这个P操作会被挡住 会去睡眠 直到我们生产者 往这里填了数据之后 执行完FullBuffer V操作之后 它才可能继续执行 那同样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生产者来得很快 他一下操作把这个Buffer给塞满了 那也一样 他可能会在这个Empty Buffer P操作那边会被挡住 那这时候需要我们的消费者 需要我们消费者通过执行 在最后一条 以继续执行的Empty Buffer 一个微操作 使得Empty Buffer 这个信号量 这个值会加个1 从而可以使得 当现在Buffer不满的情况 会通知到这个生产者 使得睡眠在这个Empty Buffer上 这个生产者进程 可以继续执行 OK 那其实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基本上把这个 生产者他要做的工作 和消费者他要做的工作呢 给他做个简单介绍 分明用两个函数来实现 在这两个函数里面呢 会用到 会用到护士机制 也用到了同步机制 来实现了一个 完整的生产者消费者问题 那这里面 其实还要注意一点 就是他的初值的负值 这个初值负值呢 也是相当于是设置了一个 就是你开始执行的一个 初始的一个条件 在这里我们设的条件是说 我们的buffer是空的 所以说他的这个 for buffer设置的值 信号量的值是0 而empty buffer设置是n 如果你的buffer不空 那么你这个n和0 n和0这两个值 就应该有所调整 好 那讲完之后 那我就问大家一些问题了 听起来好像还是比较自然的 这么一个操作过程 还是比较自然的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 如果这个p操作和v数 我们能不能换顺序 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生产者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了 我们在生产者那边看到了 它最后有两个v操作 一个mutexv 一个是for buffers 这个v操作 这两个v操作 如果把它换下顺序 会不会有问题 大家想一想 其实有同学已经知道结果了 我们前面讲到 v操作呢 它只是做这个 对信号量做个加一操作 同时会去完成通知机制 完成一个说 如果有某一个进程 挂在了这个信号量上面 它会去把它唤醒 等待这个信号上面会把它唤醒 所以说呢 它本身既然不会阻塞 所以说你交换这个操作 是没有问题的 交换操作没有问题的 就是v操作 交换顺序 没什么关系 但如果说 我们再看看 这个生产者这一块 前面 前面两句话 是两个p操作 我们这两个 交换要顺序 会没有问题 这需要考虑 这边 消费者不变 只是生产者 交换要顺序 大家想一想 会出现问题吗 好 大家想一想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会不会有问题 其实是有问题的 大家思考一下 假设到了某种情况 什么情况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 这个buffer 已经有N个了 这个buffer 因为我们说 生产者假设来得很快 我们消费者 消耗得很慢 那么有可能到某种情况之后 你这个buffer已经满了 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左边 我们的生产者 下一个生产者 再去执行这个 操作的时候 首先他执行Mutex操作 Mutex可以进去 没问题 紧接着执行 Empty Buffer P操作 这时候 由于我们这个buffer 已经满了 那么Empty Buffer 这时候已经是零了 再执行一个P操作 它已经变成负一了 所以说它会去睡眠 也就意味着 它执行完 Mutex这个操作之后 在Empty Buffer 这个P操作之后 产生了睡眠 那回到 我们的消费者这边来 消费者这边 首先他会执行一个 所谓的 就是 首先他会执行一个 所谓的 Full Buffer的一个操作 这时候 由于这个 这个buffer是满的 所以说 这个信号量的 这个P操作 可以继续往下走 执行到第二步 执行到第二步 Mutex操作 需要注意 执行到Mutex操作的时候 它执行不下去了 这边由于Buffer满了 我们生产者 由于Buffer满了 它无法执行 但是他把Mutex这个信号量 占着了 使得我们的消费者 想执行Mutex操作的时候 执行不下去了 也意味着他不能去执行到 最后的 Empty Buffer的V操作 也意味着换不行 无法去唤醒生产者 因为他自己也被打住了 这可以使得 两者 我们的生产者 和我们的消费者 都无法继续往下执行 这什么情况 就是说死索 我们后面专门讲死索 这其实已经出现了一种死索现象 所以说可以看到 执操作 由于执操作会产生阻塞 所以说 如一旦你设置的顺序有问题 极有可能导致死索 或者更严重的其他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的 同时进入 或者说是 等等一些其他一些 同情续运游区等等一些情况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去避免的 所以说可以看出来 我们在用信号量 来实现同枯式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谨慎 一定要细心 能够分清楚 他们应该怎么来做 才能正确的设置好 信号量的P操作和P操作 所对应的位置 以及还有很多让它处置值 感谢观看